有嗎? 加跟減講過對不對? 找個地方幫我寫個key 這個key你們不知道有沒有寫過呢? 你幫我注意一下好不好 2s平方 加上4倍的x 再減2 等位置 把它化減為 s平方 加2s-1 等位置 我昨天在本班有寫過這個東西喔 看一下有沒有 在課本上有沒有 沒有齁 沒有的話把它寫上去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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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呢 我們的開場牌 就先從這個常見的錯誤看起 你把它寫在課本上 我們給你一分鐘 我們給你一分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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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同學 您仔細觀察一下 上面跟下面有什麼不一樣 少等於0 對 一個有等於0 一個沒有等於0 有等於0跟沒等於0 身份不太一樣 有等於0這個叫什麼東西 這個叫多項式的方乘式 這個叫多項式的方乘式 請在旁邊 對吧 方乘式 你可以去算這個x是多少 可以喔 可以算 這個叫解方乘式 下面這個式子呢 沒有等於0 它的名字叫什麼 2s平方加4x-2 這叫什麼式 對 它就叫多項式 它是不是方乘式呢 不是 它就只是一個單純的多項式 上面這個有等於0的傢伙 2s平方加4x-2等於0 可不可以把它化解為 s平方加2s-1等於0 兩邊同時除以2 考試這樣寫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一點問題都沒有 這樣寫是100分 這樣寫是正確的 在旁邊形象 這是正確的寫法 這OK 100分 沒有問題 很棒 對的 這是寫法 這是對的 你寫這個或寫這個 都是對的 兩邊同時除以2 可是呢 在我教學的過程裡面 我發現 有同學一樣畫葫蘆 他把2s平方加4s-2 最後答案寫成s平方加2s-1 請問這樣寫可以還是不可以 當然是不可以 你說老師為什麼上面可以下面就不可以 因為上面有等於0 兩邊同時除以2 你這邊怎麼兩邊同時除以2 你只有一邊而已 來兩邊 這樣寫這個東西跟這個東西是同一個東西嗎 不是同一個東西 這樣寫是錯誤的 寫上去喔 寫上去喔 真的沒騙你 我看過很多學生會這樣寫 他會覺得這樣寫可以啊 老師都說兩邊除以2 這個我也這樣寫 這樣寫就get count了 這樣不對了 好不好 一定要注意 好不好 好 這次不對的喔 可以嗎 可以的話 我們現在呢 先來看 我們今天發的這張作業 我現在打算把順序調換一下 我先帶你們來寫作業 寫完之後再繼續跑進度 好不好 來作業的話 請翻到列題137 如果有時間我希望可以帶你們把每一題都做過 要好好寫喔 要好好寫喔 這個寫完 這一次作業就是100分 他說呢 有個多項是fx 他長得很奇怪 他的長項是什麼 s平方 加2x 減1 括號的幾次方 三次方 哇 這個東西 你有勇氣把它打開嗎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勇氣 我是沒有 對不對 我沒有勇氣喔 欸 這個東西 對你說叫梁靜茹給你勇氣嗎 你試試看啊 對不對 s平方加2x-1 整個的三次方 你有種你就打開給我看啊 這有點複雜 對吧 不過他現在跟你說呢 這個打開之後 會整理之後變什麼樣呢 他會得到a6x的六次方 加上a5x的五次方 加叮叮墊 加到a1x 加上a0 我現在講的東西你都要仔細聽 請問這個a6指的是什麼 這個下標6啊 這個a6指的是什麼 指的是s6次方的什麼數 這叫係數 a5呢 是指s5次方的係數 a1指的是x的係數 對吧 a0叫什麼像 你要大聲講出來我才知道你了不了解 a0叫什麼像 長處像 我們的次數從高的往低的寫 6次5次 加點點點 加到1次 長處像寫在最後面 這個叫什麼寫法 降 降逆寫法 或者叫降次寫法 對不對 把這個東西打開之後 他會變這個樣子 來 來 複習一個國中觀念 旁邊寫一個key 這個key很重要 你可以考慮寫在課本上 你可以考慮把這個key寫在課本上 來 s加1 花號的完全點方 你知道這個是誰嗎 這個打開之後叫做什麼 加2x 再加什麼 再加1 老師現在請問同學一件事情 這個式子在數學上稱為叫什麼式 有些人會說 啊 乘法公式 沒有錯 這是乘法公式 其實他叫什麼式比較恰當 這個叫什麼式 數學上這個叫什麼式 多像式喔 也不能說你錯啦 但是 我們這邊要強調的是 這個傢伙我們稱為叫很等式 國中有聽過嗎 沒有 很等式這個概念 非常重要 什麼叫很等式 仔細看我的手 所謂的很等式就是 不管這個x我帶入什麼數字 等號一定會成立 對吧 我的x如果帶3 3帶進去 左邊是3加1的平方 所以是16 右邊呢 是9加6 15加1 也是16 s不管帶多少進去 等號永遠都成立 這種式子稱為叫什麼式 很等式 我把它寫下來好不好 有一部分的國中生 可能不知道什麼叫很等式 我幫你把它寫下來 寫在課本上喔 建議你寫在課本上 不論這個變量或者說這個變數 如何取值 不管它取什麼數字 不論這個變量如何取值 等號兩邊永遠相等 的數學式 叫做很等式 好 來把它寫上去 我知道有同學沒有聽過 或者你聽過你不太了解 我建議你把它寫下來 這個就是很有名的很等式喔 s加1的平方就是s平方叫2s加1 你說這不是叫乘法公式 對啊 它是乘法公式 可是它有另外一個名字叫很等式 這邊有等號 等號左邊 等號右邊 不管這個x你帶什麼數字進去 等號永遠都成立 你帶哆啦A夢會不會成立 會啊 哆啦A夢加1的平方 是不是等於哆啦A夢的平方 加2倍哆啦A夢加1 對啊 這一定對的喔 我管你帶誰 你帶誰進去 這個等號都是對的 這怎麼聽到 聽到沒有 聽到沒有 你要確定喔 不管這個變量x你取什麼數字都不管喔 你帶什麼東西進去等號永遠都成立 如果你有這個概念的話 你現在處理這個問題就非常簡單 我們來看這個有點難的題目喔 對初學者來說有點難的題目 他第一題他要問什麼東西呢 仔細看喔 各項的係數和係數的總和 什麼叫係數總和 中學問你係數總和就是要求A6 再加多少 再加A5 再加0點A4A3A2 再加A1 再加上常數項A0對不對 要求係數總和 有一個圖法煉鋼的方式 就是叫梁靜茹給你勇氣 把這個東西打開 打開去整理 你就可以把每個東西都找出來 把它加起來就是答案 可是正常人會這樣做嗎 正常人絕對不會這樣做 因為這樣做太花時間了 一般來講我們會怎麼做呢 同學你仔細聽喔 你只要注意到 他這個是一個什麼式 這是一個橫等式 對不對 來你仔細盯著這個橫等式去看 左邊跟右邊 如果你要得到A6加A5加A4 一直加到A1再加A0的話 只要練X等於多少 帶進去就可以得到我要的東西 哪一個數字 1 你帶別的數字都沒用 就是要帶1 為什麼 如果你帶1會怎麼樣 這是1的幾次方 6次方就是1 乘上A6是不是叫A6 帶1進去 1的5次方就是1 乘上A5就是A5 對不對 所以你S帶1的話 是不是就可以求出各項係數的總合 天啊好棒喔 好方便喔 我不需要梁靜盧給我勇氣 我就可以直接算了 來帶1你會不會帶 會喔 1帶進去 1的平方 加上2乘以1 來再減掉1 1 然後幾次方 3次方 這個好不好算 這超好算的喔 對不對 我們不要跟它硬碰硬嘛 不要把它打開 來這個算出來是多少 8 這個是2的3次方 叫做8 我就問你嘛 如果你是初級老師 你會不會考一些這種東西 對啊 考這題目多棒 對不對 懂這個觀念的學生 我知道 S帶1進去 就答案了 不懂這個觀念的學生在那邊想 怎麼算 A6加到A0 這個怎麼算 真的要把它打開嗎 卡住了 不會做了 對不對 好 第一題結束喔 我們來看第二題 第二題他問什麼 我看一下 第二題問常數項是嗎 請問常數項是誰 是A0喔 第二題是問常數項 我現在問你啊 如果你要得到A0的話 其實也很簡單 你當X帶多少就可以 0很棒 來寫上去 帶別的數字都沒有用 就是要帶0 為什麼是0 來 你告訴我為什麼是0 因為 乘0 對嘛 乘0嘛 乘0嘛 0帶進去 0的六次方就是0 乘你A6 就沒了 0的五次方 0乘你A5 就沒了 是不是全部都不見了 0乘上A1也沒有了 剩下A0 你要得到常數項 這樣你X就要帶0 就這麼簡單 帶0進去就得到常數項 對吧 這叫什麼式 這叫橫等式喔 左邊跟右邊 這個叫左邊 這個叫右邊 中間有等號 左邊帶多少 跟右邊帶多少 帶進去等號都會成立 這樣聽懂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來 0帶進去 帶到左邊跟右邊 它會變成 0的平方 加上2乘以0 再怎麼樣 減1的三次方 請問它是誰 它是負1的幾次方 三次方 答案就是多少 負1 有沒有簡單 簡單喔 考試最常考的就是 係數總和跟常數項 要求係數總和就帶1 要求的常數項就帶1 就這樣 最常考就是這個 好不好 最常考就是這個 再講一遍啦 這叫什麼式 來 給我講 這個叫什麼式 這叫橫等式 這叫橫等式 什麼叫橫等式 等號的左邊跟右邊 是同一個東西 雖然長得有點不太一樣 這就好像怎麼形容呢 女孩子會化妝對不對 對吧 這是某位 這個叫小美 她今天化妝之後變成這樣 其實是同一個人 她只是長得看起來有點不太一樣 對不對 有點像化妝的比喻 化妝之後 去整理 變成另外一個模樣 但其實她是同一個人 等號左邊跟右邊是同一個東西 我這樣講我希望你可以理解 好 這一題我講完囉 講完之後 我要再來講下一題 來下一題其實是國中題目 但我們現在也是在教這個東西 例題 多少呢 例題138 這一題給她兩個讚 這個課本我大概在明天就會教到這個東西 多項式的處法 請問國中你們會學過 有 你們國中學的那個叫長處法對不對 來 我們做一次長處法給同學看 順便複習一下 欸 做長處法有一個原則 缺項要補什麼 0 要補0 對啊你們都會啊 來我們補圖看喔 2s3次方 跟著寫啊 加3s平方 他沒有一次項 代表一次項的係數是0 加0s 長處項是誰 減1 寫上去喔 減1這樣可以嗎 這樣 國中老師不是說缺項要補0嗎 除以s平方 減s加2 你國中數學課如果沒有在睡覺 那你現在應該能回答我的問題 來上面要放多少 上面要放2s 為什麼是2s 因為2s乘s平方叫做2s幾次方 3次方 3 3 2s乘上-x 這是減掉什麼 2s平方 2s乘2 這邊加幾x 4s 沒有寫錯吧 我好久沒有做長處法 欸 長處法接下來要相加還是相減啊 相減對不對 來你看這個減這個沒有吧 長的一樣就沒有 3s平方減掉負荷s平方 所以是幾個s平方 5s平方 0s減掉4s 所以是減掉4s 再把後面的負1怎麼樣 放下來 國中有沒有說過這件事情 確定有 好來上面要放多少 哪一個數字 哪一個符號 上面要放多少 5啊 這邊是不是5s平方 5乘上-x是-5s 5乘上2加多少 加10 請問他有沒有整除 他沒有整除 他有剩一些東西 來 -4s-5x 變-4s加5x 負負得正 所以是多少 所以是x -1-10 所以是負得多少 11 我整理 你把它寫完 國中有沒有寫過這個 高中也要會喔 高中也有這個東西喔 這個 認識名詞的時間到了 來同學我現在把四個東西框起來 你分別告訴我他們叫什麼名字 這個2s加5稱為什麼 什麼東西 講出來啊 國中數學2s加5稱為叫什麼 這個叫上次對不對 寫上去啊 你們知道吧 國中學過對吧 來 這個沒有除乾淨 對啊 沒有除乾淨 有剩東西 沒有整除 這個s-11叫什麼事 余式很好 非常好 搞到不行 因為這代表你國中這個部分好像正在前 這個叫余式 好 其他的兩個東西同學比較搞不清楚 來仔細看 s平方-s加2 這個稱為叫什麼式 被除式 這是被除式 還是除式 這個有些人就覺得 嗯 差一個字差好多 我都搞不清楚 這個叫什麼式 這個叫除式 我等一下會教你怎麼記 好不好 這個東西呢 這個東西 這一頭東西叫什麼式 它叫被除式 你先寫上去 其實國中你們就有學除法原理 除法原理是什麼 就是這個2s3次方 是 好你去喔 加3s平方 加0倍的s 減1 減1 被除式一定可以寫成 除式 叫做s平方 減s加2 再乘上什麼 再乘你 三次叫做2x 加多少 加5 對不對 因為沒有整除 所以它後面還有一個什麼式 是 於是叫做 s-11 我寫中文給你們看 前面這個叫什麼式 被除式 被人家除的式子 它被誰來除 它被s平方-s加2來除 被除式會等於除式 喪4 再乘上什麼是 喪4 再加什麼是 於4 你看我佛心來著 我會幫你複習國中數學 來看一下 這個給你一分鐘 有沒有問題 被除式等於除式乘以喪4加於4 我後來發現一件事情 有同學除式跟被除式 這個順序有點搞不清楚 我教你一個簡單的技法 帥哥可以配合我一下嗎 來你上來 上來上來 我只是做個表演而已 你 還是你啊 你剛剛那邊不要衝動 我就說你 你看他在我前面對不對 他被我 我現在你想像我手裡拿著一把刀子 他被我捅 我捅他 知道嗎 我捅他 他在我前面還是在我後面 他當然在我前面 背怎麼樣的是不是都在前面 他被我捅他被我揍 對不對 就是你懂他感覺嗎 背怎麼樣的都在前面對不對 我拿刀子捅他 噢做個效果 噢噢好痛喔好痛喔 好痛喔好痛喔 別這樣喔 來謝謝謝謝 你就記得你在寫這個除法原理的時候 這是一個很好笑的技法 但我小時候這樣真的不會記錯啊 來 你旁邊寫個key好了 就是背怎麼樣的都在前面 好不好 我小時候這樣記我都覺得我不會記錯 背怎麼樣的都在前面 對不對 他被我捅 被我捅 他在我前面 所以被除是要寫在前面 他被誰來除 被s平方-s加2來除 國中有學過對吧 現在我偷偷的來透露一下 高中 我們除了學這種國中的除法 幫你做複習之外 高中還會學另外一套除法 叫什麼除法 有沒有人知道 叫做中和除法 中和除法怎麼做呢 同學跟著我做 大概這個禮拜 我一定會講到中和除法的原理 仔細聽喔 我教你怎麼做中和除法 中和除法是這樣 不要寫x 我們直接寫他的係數就好 2加3加0-1 來我等你喔 中和除法不用把s寫出來 在做中和除法的時候 一定要注意 你的除式的領導係數 首項係數一定要是1 其他的數字要變號 負12對不對 這邊就要寫什麼 1負2 跟著我寫 我不會害你 我們課本是採用這個 這種方式去教的 中和除法有很多版本 我現在用的是課本的版本 這個要變號 負12變成1負2 你說老師 你到底在幹嘛 來請看這邊 現在把這個2放下來 這裡是不是2 這裡是不是2 來 2乘以1是多少 2乘以1是2 2乘以負2是多少 是負4 用加的喔 中和除法是用加的 為什麼是用加的 因為我剛才這裡有病號 病號之後 本來是減的 就改成加的 3加2是多少 3加2是5 5乘以1是多少 5乘以1是5 5乘以負2是多少 是負10 把它加起來 0加負4加5 是加多少 加1 負1-10是負多少 負11 做完了 結束了 這就是中和除法 你看從這裡把它切開 請問你 我的3是多少 我的3叫2s加5 就在這邊 就在這邊 我的余式是誰 s-11 就在這邊 哇 中和除法好棒啊 它的優點是什麼 不用寫那麼長 節省空間 節省時間 大概就這個優點而已 沒有其他的 這叫中和除法 好嗎 我等你你寫一下 也可以 但是我想就用我們課本 我們課本講的中和除法是用加的 我們就不要跟課本不一樣 跟課本不一樣 這樣到時候我怕你會亂掉 好不好 給你一個提示 這個之後我會重新再教一次 當你在使用所謂中和除法的時候 寫上去喔 首項係數必須是1 首項係數是指誰 赤子 s平方向 這個除式的係數 一定要是1 別的都不可以喔 一定要是1 才可以用中和除法 這個是規定喔 然後其餘 這個數字要變號 加的要變減 減的要變加 變號 然後當什麼數呢 當除數 請問我們這邊是不是交完了 這一張作業你已經寫完了 除法期末考一定會考 一定會考 除法期末考一定會考 來大家看看有沒有什麼問題 來這個有同學體力不知睡著了 可以行過來了 沒有啦 這要是聖美人 幫我叫一下 那個插法公主 叫他寫 可以行過來了齁 我們現在要回到我們的課本喔 來那個幫我陪這邊喔 我們現在看152頁 哈囉 來 課本152 把你的作業收起來 我們來到課本152頁 不來講一個考試的重點 來講一個考點寫個key喔 通常這個考點會出現在多選題或單選題裡面 你要特別注意我現在要講的東西 Degree F of x 等於3 來段學告訴我這是什麼意思 寬本有叫這個符號 所以我們不能定名 F of x 是個幾次多項式 三次多項式 來再寫一個 Degree G of x 也是檔於3 來講 F跟G都是三次多項式 他考試可能會有一種陷阱題 他會問你什麼東西呢 那麼請問你鼓勵 F of x 加 G of x 來請問他是幾次多項式 你看馬上就踩中陷阱 仔細聽喔 三次多項式加三次多項式 是三次多項式嗎 一定是三次多項式嗎 我舉一個例子給你看 S三次方加S平方加X再加2 這是不是一個三次多項式 對老師沒有錯 這是三次多項式 來再寫一個G 他叫S三次方加S平方 好加X加1 沒有關係 你說老師 你現在不是說把他們兩個加起來嗎 對加起來啊 這個三次加三次很明顯是三次 對 在某些情況下三次加三次是三次 不會變四次嘛對不對 你答案不可能寫四對不對 不可能寫五不可能寫其他的 但是請問你寫三一定對嗎 不一定喔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他三次的係數剛好差一個什麼號 差一個負號 相反數加起來這兩個消掉 他有可能是幾次多項式 可能是二次喔 如果你運氣再不好一點 連二次都差一個負號 那加起來有可能變幾次 一次 有沒有可能連一次都差一個負號 有 加起來就變成什麼效 變成一個常數 萬一啦 萬一萬一萬一 連常數都剛好差一個負號 這個叫負二 加起來變成0 0是不是多項式 是啊 但是他有沒有次數 他連次數都沒有 請問你這個東西答案要怎麼寫 程度比較一般的同學 大概知道我們在講什麼 他會說 老師我知道這一題答案要寫什麼 寫不一定 可以 你寫不一定我可以接受 但是程度更好的同學應該要寫 來 他的次數一定小於等於多少 小於等於3 或次數怎麼樣 不存在 寫上去喔 對阿 他的次數一定小於等於3 可能是三次 兩次 一次 非0的常數 萬一等於0的話 0次數都沒有 這樣聽懂嗎 考試這一個重要的考點 好不好 他如果說 F是三次 G是兩次 三次加兩次一定是幾次 你要跟我說不一定嗎 我再講一次 如果F是三次 G是兩次 三次加兩次一定是幾次 一定是三次阿 你說老師 那個三次的不會消掉嗎 廢話 因為G是兩次阿 兩次怎麼會影響到他的三次 懂這意思吧 這是一個考點喔 你要注意喔 考試他有可能在這邊做手腳 稍微知道一下就好 我已經跟你講 他考試可能會考什麼概念 這個概念是能考的 好不好 這是誰出 誰出不重要 你乾脆問我 學測是誰出 好不好 我比較想知道 學測是誰出 對嗎 學測斷考誰出 那也很重要 這堂課我們還有一點時間 我接下來要介紹多項式的乘法 多項式怎麼乘 來到153頁 P153 我認為多項式的乘法必考 乘跟除都必考 加跟減不一定 因為加跟減太簡單了 乘跟除我認為是必考 乘法怎麼乘呢 請你把它畫起來 上面那句話畫起來 多項式的相乘 就是 係數相乘 次方相加 畫起來 來 上面那句話就畫起來 國中就學過 係數相乘 次方相加 好嗎 我們直接做一題來練習一下 請看到他的水堂練習 Fx 靠這邊 叫做 3x加2 G of x 叫做 叫做 叫做誰呢 s平方 減2x加1 好 他問你 Fx乘上G of x 是 這個檔有多少 來 都可以請看我這邊 看我這邊 看我這邊 這我們班睡眠的人特別多 睡眠的人幫我睡一下 Hello 還有你後面那個 那個是誰 幫我叫他 先抓人 那個 那個也是睡眠的人 你看你前面那個 同學這個怎麼做呢 我告訴你一個建議 用直式的乘法 直式乘法怎麼稱 s平方 減2s加1 乘上 跟著寫不會害你 快點 乘上誰呢 3s加2 好不好 來3s加2 沒有操作題目 我知道有些同學 他會說 老師不用這樣啊 我直接用分配率 直接用看的 對不對 一個一個打開就好 我沒有意見 但是你不要算錯 來 我現在乘給你看 一個一個乘 來 2乘1是多少 來講話 我帶你做這麼一次 2乘1是多少 2 2 2乘-2x 所以是減掉幾個x 減掉4x 那中間是加 對不對 2乘以s平方 所以這邊是多少 2s平方 這樣寫會太快嗎 先從這個開始 他乘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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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這裡有三個 這裡有兩個 打開一定有六個 這裡三選一 這裡二選一 打開一定有六個 來我現在做一半喔 再來 輪到3x 來 3x乘上1 會得到誰 3x 對齊對齊上下對齊 3x乘-2x 是減掉多少 6x平方 這樣沒問題 3x乘s平方 所以是加上什麼 3x幾次方 3次方 對嗎 前面有三個 後面有兩個 打開一定有六個 六個接下來就做什麼 同類向合併 就是答案喔 乘法一定會考 但是每年都會令人傷心 因為有些同學總是做不出來 來我們從前面寫 這是3x幾次方 3次方 2s平方-6s平方 減掉多少 4s平方 所以喔 減4s加3s 減掉幾個s 減掉1x 這個2呢 直接放下來 你會嗎 3s三方-4s平方-s加2 你不要小看這個題目喔 我現在讓你做一題 我可以保證很多人 其實可能做不太出來 來你往後翻 翻到課本的習題 來我們現在來做課本的習題 167頁 來全班翻到課本167 167頁請全班一起來做這個第一題 很多人不會做喔 雖然這是國中的題目 但很多人不會做喔 相信我 我過去的經驗是這樣 給你三個多項是 第一題求F加G 第二題求F-G 第三題F乘G 第四題用H-X 去除以G-X 你用長出法就可以 用長出法就可以 找出他的喪事跟余事 以前啊 我叫全身上來做 沒有全對的 你全部都會做 代表的程度不錯 我認為基本程度是有的 你現在做一下這四題 對 做做看喔 加跟減通常沒什麼問題 你們就成跟除比較不會而已 加跟減通常還好 成跟除比較容易錯 我們明天從這一題開始講 好不好 我們明天把這一題講 然後再繼續我們的進度 今天就先這樣吧 美女謝謝 謝謝 謝謝 今天就先這樣囉 謝謝